我余光看到她是 眼面 眼面在 啜泣 如果說她呼吸 是看她父親 什麼撿橘子的背影 我就是看我媽媽 眼面 啜泣的模樣 那就是母愛的重量 很多人等著看我笑話 那是當然的 不是嗎 那我自己如果出事的話 我完全也都可以 想像到輿論的風向 所以呢 你們覺得我會很在意 那些輿論的風向是什麼嗎 如果我非常在意的話呢 我就不用開這場直播啦 我開這場直播呢 就是非常的謝謝 不管是喜歡我的人我來了 討厭我的人也來了 不管喜歡我或討厭我的 你們對我們網紅來說 是什麼東西 就是流量 你覺得像我這種網紅 我需要的是你們的同行嗎 也許我遇到了一個 非常恐怖的 對我來說是死生 難忘的 我在死前的跑馬丁 一定也會再跑出來的 這個暴力時機 可是呢 服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感覺到滿滿的愛 第二個 我刷到了滿滿的流量 我上了娛樂版頭條 我上了社會版頭條 我擁有了慈身的代表作 我還可以自己來消費我自己 其實我並沒有準備好在這個記者會要哭的 因為我向來也不太哭 我不是一個愛哭的人 我一開始說我不確定我今天會不會哭 原因是我當下真的是那個恐懼的心臟啊 從事發的當下到記者會的當下 我都是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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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在跳的 然後 嗯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睡覺 也沒有辦法吃得下什麼東西 但我還是很完整的 理性的 冷靜的 陳述完整段我想要跟媒體講的話 想要跟鏡頭前面再看大家講的話 我現在講還是會哭 我覺得我已經完美的結束了這一場 那準備就是回答完記者的問題就要結束了 那我媽媽陪我到現場是因為她擔心我 很多人說我媽想紅 我媽需要紅嗎 我媽當了三屆的台北市議員 我媽本來就很紅 如果真的想紅就會繼續留在檯面 就不會隱退那麼多年了 我余光看到我媽媽站在旁邊 她就是不想紅 我希望她就站在旁邊 也不用到前面來 我余光看到她是 眼面在 唆氣 我現在講完 我還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 那個余光一掃到 我覺得我只要一講到這件事 我都會哭 因為我媽從事發的當下 到記者會陪我去 我講完那些話的前面 她都表現得無比堅強 她都感覺像是沒事一樣 跟我說不可能 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 你不用怕 不用擔心啊 怎麼樣的 可是在那個瞬間 我覺得 她的心理絕對比我還要再恐懼千萬倍 可是為了我 她只能假裝她自己很堅強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看著她那樣子 我就感覺到 如果說她胡適是看她父親撿橘子的背影 我就是看我媽媽眼面 她變瘋棄的模樣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就是母愛的重量 當然很多人跟我說 這是媽寶什麼的 我覺得那就是媽寶 你還能成為媽寶的時候 表示你是一個幸福的人 因為 有人愛著你 當然我知道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說 演戲啊什麼的 我說真的啦 我演技真的也沒那麼好啦 我跟你說 如果要演的話 我不要哭那麼醜 因為對我來說 漂亮是一切 我一定要哭得很漂亮啊 拜託 那個拍出來 我整個人哭到這樣撕心裂肺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 不是嗎 我怎麼會想要演這一齣戲呢